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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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安心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 《先锋攻势对于刘雪浩货先生现象的分析》 第二集 这集我们要跟各位谈到杨家 杨家到底是什么一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谈他 各位小安心各位朋友 这是相当大的枚杠 所以在台湾的媒体 都没有人去谈到杨家 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 现在我们请了我们 千锋的中国智库的研究员 张汉飞先生来继续跟各位来谈 我要讲郭文贵 现在我们请 我们千锋公事的研究员 张汉飞先生来跟各位聊聊 杨家现象以及刘晓波 他所遭遇到的待遇 小张你好 你好 蔡大你好 各位千锋的观众大家好 杨家现象 你会跟我们朋友观众朋友 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杨家 好的 杨家是个人名的 人名字 杨家这个案件 发生在2007年10月5号 不 起因在10月5号 杨家白天租了一辆自行车 在上海黄埔江边 然后被三个检查拦截 要检查自行车 检查自行车 是不是偷的 他是租来的 可能这之间有什么 没有解释清楚 或者有什么语言上面 没有说清楚 发生了一些争论 警察就打了杨家 把杨家带回警局 带回了杂北公安分局 把杨家暴打一顿 等于差不多就是 据说是把杨家 生殖器打坏了 那么这个时候 杨家就要找到 他们公安局 说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为什么打我 承认错误 希望他们能承认错误 给我一个交代 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 杨家回到北京以后 上海公安分局派去三个人 送去五千块钱 但是据不认错 只送钱不认错 这是中共一贯做法 如果一旦 比如说发现冤案了 可以赔一点 但是不认错 从来不认错 那么杨家就是说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我不要钱 钱拒绝收 用杨家的话讲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然后在2008年7月1号 杨家就冲进了上海 杂北分局 从一楼到七楼 刺伤了11个人 645伤 刺得了9伤 杨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后来在审判的时候 他也说一样 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事 他说老人和年轻人 他不伤害 女人不伤害 他从一楼到七楼的时候 遇见过女警察 遇见过年龄特别大 遇见过年轻警察 他都没有伤害他 他所刺杀的对象 就是大约40岁50岁的人 他的解释说 这些人的话 这些警察 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已经干了很多坏事了 年轻人的话 即使再坏 他也没干坏事 还没来机干坏事 因为是08年有奥运会 所以这个事情就被压下了 一直到奥运会结束以后 才把这个案子公开再审理 还有审理 但是我这边要请教你 在中国那个城管公安等等 对于中国的公民 任意的打或是杀或是干嘛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很正常的事情 杨家这样子去对警察 产生这种暴力 这不是一个公民的反抗 那这个跟刘晓波 还有什么特别关系啊 这是属于个人暴力不是吗 对不起 太长 我跟你串讨一个概念 个人暴力 实际上刘晓波也这么说 是不是他第一个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不再认同 把杨家这个行为说成暴力 因为杨家的原因起 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你随便侮辱我 随便残害我 不害我这不行 毒打我这不行 你给我一个交代 为什么这样做 你们错了 所以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不给我说法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而且他是有计划的 刚才我也说到了 年龄大的年轻的 女人他不去伤害 这个我个人认为 杨家现在是一种武力抗暴 是一种个体的抗暴 是个体对抗那个国家机器 对抗那个非法的国家政权 非法的法律 这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抗暴式 就是一种武力行为 跟暴力有区别 但是那个文人 像比如刘晓波遗劫 好像他们都称他是暴徒 不是吗 是 所以这是我 我个人认为就是刘晓波 我们听见人就是刘晓波现象 或者刘晓波思想当中 一个很大一个污点 刘晓波把杨家这种行为说成是暴力 那么他们中文独立笔会的另外一个人 余杰 人现在在台湾应该是 没有他现在没过吧 他还没过来 号称是刘晓波学生 而且是刘晓波传的作者 他直接就说 莫把罪犯当英雄 把杨家比作希特勒 我不认同这个概念 因为我个人认为 下这种行为的话 有武力和暴力是区分 暴力是暴力 暴力行为你去查 什么叫暴力行为 滥杀无辜 而且就是说 取得了那个胜利或者政权以后 还是烂杀无辜 武力不是 武力是针对性的 是反抗性的 是自卫性的 甚至说武力是反抗暴政自卫 武力捍卫自己尊严 捍卫自己自由和财产 这个我个人认为 我们应该好好探讨这个概念 而且刘晓波把杨家说成是叫法外正义 毁灭性的原始正义 那么暴力反抗 这个我都不太同意 第一法外正义 那就是说这个正义是合法 原始正义我也不同意 因为正义没有原始和现代之分 正义是永恒的 正义没有开始和结束 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西方人的观点 那种美学一样 西方人化威纳斯美神 美的什么 威纳斯诞生的时候就18岁 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少美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是永恒的 正义也是永恒的 没有实际短形式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差不多 这是暴力反抗 这是武力抗暴 好 也许你就把它解释成一个个体 为了个体的自由而产生的一个武力了 好 那这个既然刘晓波他们是站在这种 中国官方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话 为什么刘晓波反而被共产党抓到监牢里面去呢 他那么温和 角度跟中国这个政府执政者是一样的 这点转折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本质在这里 反抗政府的那些人 在道德上诋毁 那他们这样子有帮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吗 这就属于像李瑶在中国的表现一样 小骂大帮忙 你感觉到他是在政府对立面 其实呢 你这样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政府的对立面上 没有一个刘晓波这样的人的话 那很可能会出来一个李晓波王晓波 比如说你和我 张晓波 我们很多人 那么我们做法跟刘晓波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有威望的人物 有名的人物 像刘晓波这样一个有名的学者 他站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我想在那个位置上 我都站不上去 因为他的名乏比我大得多 那我不知道是刘晓波有意这样的 还是无意的 还是中共培养的 这个我都没有根据啊 但是我的现象就是这个现象 他的在这个位置上的发言的话 可以说是反对派的时候一言九鼎 从来有反对自由民主的一个方向 那么他这样一做的话呢 会误导了很多人 甚至在道德上扼杀了杨家精神 那至于这个刘晓波 他被中国共产党说 所逮捕入狱 跟杨家事件有相关联吗 因为我们在Global的时候 说这个很重要啊 刘晓波被抓起来被逮捕入狱的话 是在杨家事件之后 在零八宪章写出来之后 对因为我们说下一个话题 我们讨论零八宪章 我们今天不讨论零八宪章的内容 但是讨论时间 杨家出了事以后 他在零八年12月9号大概是 然后写出了这个零八宪章 然后呢就被高调的抓捕 这个当时起来有什么客观作用呢 把对杨家的吸引力转移到刘晓波身上 杨家有那么大的这个新闻力量吗 他只是一个 他可能把它弄成一个自然事件而已啊 他不是属于 不是被狐狸抗暴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杨家在法庭上说了几句话 第一就是我刚才重复的 刚才说过的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第二就是说 我一个守法的28年的公民 今天走向犯罪 因为你们逼的 你们在警察管理的国家 把我逼向犯罪 还有一个是一句话说 如果有一种委屈 有一种屈辱 有一种侮辱让我背一辈子 我宁愿选择犯法 这个句话是很有说服力 很有说明力的 也就是说 杨家的屈辱 杨家的委屈 受到的侮辱是来自于这个系统 是在他们那个非法的法律 保护下这个系统给杨家的这个屈辱 那杨家宁愿选择违反你这个非法的法律 所以共产党也怕啊 这个 这个共产党非常怕的 这个个体的力量 个体道德精神 反抗道德精神的力量 非常大 而且还有一个 等一下 这个我一定要打上 而且还有一个例子 等等 我还打上去 等一下 还有一个例子 在杨家二审开庭的时候 在法院门口在法院外头 有大约一百个人以上穿的T恤穿的写的打倒共产党 最主要就是这一点 有人写打倒共产党以后 这个就牵涉到了一些后面的问题了 但是这个星星之火没有燎原 没有起来 这个连锁反应没有起来 星星之火没有起来 大家都看到了 网络也传开了 这个星星之火没有起来 我在个人寻找了很长时间的原因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 在道德上 被一个权威的学者 刘晓波和余杰摧毁了 大家不认为杨家的精神是正义的 是合法的 甚至把他说成暴徒了 这是道德上的摧毁 如果是我写文章 这道德摧毁的话 可能不起作用 刘晓波写的文章 是非常非常有分量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好你举吧 来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也是独立别会的 人在广州 他在网络上 他被抓捕起来 被捕过一次 判了还两年吧 他网络上流传才写了一本书 那么这个书的内容 我今天就不再提这个 我也不提他名字了 我为了保护他 杨家的事件一出来以后 国保大队的 国保的人就找到过这个朋友 跟他讲 说你要写文章 攻击杨家 杨家那是暴徒行为 你要攻击杨家 我的朋友说 我不太认同你的看法 我不写 那国保的人跟我的朋友讲 你不写可以 你绝不可以写支持杨家的文章 如果你写了支持杨家的文章 你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再请问一下 什么叫国保 就是国安局 国安局的国家安全局的 就是专门成立的一个组织 一个队伍 就是管理这些个 境内和境外的 像这个反抗 反抗中共货政的那些 所以是广州的这个国保 去找你的朋友 要他写文章来批判 对对对对 中国国保去广州的 那个国保 找我的朋友 结果他不写 他会被 他会造什么待遇吗 没有没有 他说不写 但是说 他也没有写支持杨家的文章 因为如果写的话 那个他们国保的人 威胁他 你会在地球上消失 这个好厉害 但是我后来看到的是 刘晓伯和余杰写了 哦 了解 所以你有 你这个有比较 所以才知道说这个 道德上这个批判是多严重啊 对对 就是说你 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对杨家的问题 是多么惧怕多么重视 了解 这里我也衍生一个题外的话 当年余杰在海外 是拼命的反对法轮功 那么法轮功和杨家 这都是中共很害怕 很痛恨的 很恨的 也就是给我感觉像余杰和刘晓波 就中共害怕什么 他是在帮助中共的灭什么 中共恨谁 他帮着中共的灭谁 这是我感觉 他是有意的 无意的 这个我不好说 但是我们在台湾觉得 余杰来过台湾好几次啊 他的表现都蛮反共的 都蛮正常的 跟你所讲的听起来不太一样 嗯嗯 所以我希望在台湾 就是说 接受我余杰的朋友 或者是说被他的书 或者是被他的演讲打动的朋友 算是我可以这样说吧 余杰的粉丝 余杰在台湾的粉丝朋友们 你们上网找一找余杰写杨家那篇文章 然后你再看看杨家的一个事件 是是 你们就自己分析一下 因为我刚说 这是我个人观点 你说你们自己也就 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台湾朋友 你们自己看一看 所以余杰的话 他是在台湾去 他究竟想干什么 我不敢说 他是不是中共去派出台湾呢 我也不敢说 那个只能可能郭文贵现在知道 这个事情 OK 好不好 各位详情歌朋友 我们在《正经现实批》 也看到了胡中信先生 拿了余杰写的书 写刘晓波的书 特别的介绍 还要求大家 可以到书店可以去买来看 但是你看过千锋的节目以后 你是不是对他的讲法 会开始存疑的呢 你去Google一下 余杰如何批判杨家 从这边 你再去看看他的思路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人 对很多中国这边作家 出来这些作家 他的表现 我们通常要带一点 比较清楚的眼睛来看他们 因为他以前在中国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讲一些我们喜欢听的话 我们就给他五星讲 这也是怪怪的一个情形 好 下一集呢 将为各位来分析一下 林巴县账的本质 这里面有相当精彩的一些论述 好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hart正以乐 Dalua